平川说电竞天天聊不瘦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欧洲的比赛 由兽组对抗人组 这场比赛据称被欧洲那边评为仅次于皇冠级别的比赛 那应该就是银冠级别吧 看一下本场比赛到底精彩到哪里程度 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身点位地图是叶埃回云岛 出身在地图右边是蓝色的兽组选手 ID是有点长 叫S-E-R-E-G-A-V-A-X-A-T-A 有点长 反正他是一名俄罗斯的兽组选手 看一下他的对手 他对手出身在地图的左边 红色的人组选手 ID叫R-I-P-I-E-Y 这个名字也有点奇怪 这是一名德国的人组 德国人组打俄罗斯的兽组 这看起来好像有点意思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首发英雄 人组这边首发的是大法师 一上来的话步兵过去下面侦查一下 他很可能又是一个练这个雇佣兵 或者是一个开矿的打法 我们看一下兽组这一边 兽组这边首发的是先知 看一下没有造这个战争模仿吗 一般欧洲这边的兽组都比较喜欢 先知配这个猎头者 也就是所谓的牙枪仔 我们看一下先知一出来 没有练击直接朝人组这边过去了 那人组家里没有补个塔 也有点难受 人组果然第一个练击点选择的 还是雇佣兵营地 水元素后招 怕对方第一时间驱散 所以后招这个水元素 细节还是有的 操作看一下厉不厉害 我们看一下这边在买了一个黄皮 黄皮加加血 第一个装备 第一个装备打了一个恢复戒指 非常可以 这大法师恢复能力很强了 好兽组大部队冲过来 首先咬一下人组的农民 人组家里没有这个圣塔 后续的话真的会骚扰得很难受 狼操作一下 对对狼操作一下 前往被被打掉 人组练完自己的雇佣兵 开始过来处理一下兽组的这一波骚扰 这一波的话 一个A 再一个A 终于杀了一个农民 非常的不容易 追击的话 还有一个农民 两头狼进去招一下 摇一摇摇一摇 这边采矿的农民可以去摇一下 先知和大街小杀一下 对方的黄皮 黄皮有驱散能力 再咬一个农民 这边驱散 另外一个狼也被打掉 这一波人组的话 守得还是非常不错 虽然说自己去练一个大点 被对方一抓 但是呢 家里好算也就阵亡了 两三个农民 不是很亏 不是很亏 好 兽组想去 也去买这个雇佣兵啊 能买黄皮吗 黄皮买一买啊 现在没有黄皮了 现在 库存没有 很难受 反正现在英雄的状态不是很好 看一下科技情况 兽组的话 二本将近升了三分之二 人组还没有升二本 哇 这科技落后的有点多啊 人组 人组估计还是想一个开矿的打法 果然啊 把民兵敲了出来 敲了五个民兵 当着兽组的脸来开 开矿还是有点嚣张啊 二本一好的话 这兽组万一 是吧 万一人家买一个 二发一个火魔怎么办 好 兽组打得很聪明 你去开矿 那我去你主矿搞事可以吧 这人组心也是大 反正一直也没有去出一个圣塔 这里的房一下 好 人组练一下自己的分矿 大法师已经三级啊 有必要打这么凶吗 好 打一个攻击之爪 这边兽组 兽组操作 小心一点 大气不要被杀 大气拉扯一下 哥哥 对 赶紧往后拉扯一下 狼再去在里面杀农民 人组分矿开始敲起来 大步的回防一下 这一波人组代价也不是很高 分矿 主矿 主矿守的还是开可以 看一下科技情况的话 寿组二本身好 没有买这个火魔 还是二发老牛打的 还是比较的谨慎 打的比较的传统谨慎 并没有奔放心的 买个二英雄去 把对方的分矿给充掉 人组很亏啊 这家里的农民一直骚了 没钱 目前没有什么资源 没有木头 好 老牛走出祭坛 大法师追过来 大法师有点嚣张啊 不过大法师状态有点好 二级水元素招出来 水元素一招 诶 看看能不能偷一个二本建筑 目前二本建筑也建的差不多了 没有机会 啊 这个水元素啊 沉水肉盾 吸收一下伤害 诶 一个踩 这一波 大法师直接被围住了 那大法师这一波要交TP吗 好 看能不能破口啊 还是没有信心破口 怕对方再以脚踩 所以还是交一个TP 比较稳妥一点 这一波大法师过去骚扰 没意欲有占任何便宜 而且还交了一个TP 很难受 好 分宽 分宽啊 哇 这资源真的少啊 农民拉的实在是太多了 终于费尽一切 人族终于把分框给开了出来 那人族开了出来的话 分框开出来 现在可以放心去兽族家里开始拆一波 刚好兽族的话 二本身后还没有升这个城防 地洞非常的脆 这边农民站好位置 开始拆地洞了 二级水元素一招 哇 拆地洞效率非常非常的高 这边兽族英雄 等着有点滴 双腰的英雄 赶紧去分框练一下 这边打了一个头环 那怎么办 主框一直被拆 好 兽族出了一个 兽族出了一个 飞龙 倒是点睛之别 哎呦白牛 哎呦白牛 白牛隐身状态 没有来得及 还是被对方给带走了 这边要拆两个地洞吗 这还第三个地洞了 哇 大部队赶紧回防 好一下 先知已经升到了二级 哎呦 这个地洞要是被拆的话 就难受了呀 好 老牛一个踩 直接打断这边步兵的一个输出 然后后续德华先知闪电链跟上 哎 老牛再一发踩 那这一波 这个地洞还是救住了啊 可以的 这个地洞还是修好了 而且通过杀对方的步兵 这老牛升到了二级 老牛升到二级 有光环 现在部队移动速度和工具速度 都有所提升 那这一波人到兽 做资源可能有点坎坷了 卡人口 目前的话 急需造两个地洞 好 二级水元素处理完 我们看一下这边 先知二级半 老牛的话 二级多一点 赶紧补人口啊 这补一个地洞还来不及 还得再补一个啊 现在木头有了 可以补了 这兽族 这兽族本来啊 非常的打好打 但是这一波被拆的非常难受 人族这一波拆的话 阵王的 阵王的这个步兵数量也有点多 不过大法师准备好 要恢复能力特别的强 好 看一下科技情况 科技情况 人族一直没有升二本吗 这一直没有升二本 直接出火枪 想一本兵把兽族给打没 好 过来继续拆地洞 但是现在兽族部队数量有点多啊 打法师一个人靠水元素来拆 还是有点小难度 老牛双线练一波 哎 兽族开始绣操作了嘛 既然有能力开始双线来练 好 看看水元素 一个闪电练 哎呦 还是瘦掉了 那这一波把怪打起 再把怪打完嘛 先知刚好升三级 终于人族开始升二本了 好 家里补了两个塔 终于放心开始升二本啊 农民补了也非常的多 确实啊 刚才的话资源非常非常的少 哇 这一局人族这个农民 有点过分的多啊 过分的多 过分的多 好 大法师 有这一波老牛都升到三级了 我的天 大法师三级的时候 老牛和先知采一级 那现在老牛三级 大法师 还是三级 这啊 这一波的话 人族过分 过分稳了呀 好 老牛 保抄 咦 一个踩吗 看一下 这一波大法师 没有什么保命道具 老牛 有光环 哎呦 没有踩到呀 可惜可惜可惜 哎呦 这一波要是踩到的话 大法师就要交代了 好 人族在双线 让自己的步兵 加上一个黄皮 去受阻家里 继续拆地洞 搞点事 然后 然后 火枪数量已经开始起来了 四个火枪 开始和兽族开始正面刚了 哎 先知先知先知 先知打算交TP 我说你咋不动呢 这么嚣张 先知还是交了一个TP 然后回家救一下自己的主矿 人族的步兵赶紧拉开来 这一波还别说啊 双方还真的是打的 有来有回 有来有回 先知马上要三级 差一点经验 这 这三个怪 可以补一下呀 三级的先知 跟二级先知 完全不一样的档次啊 而收阻也趁机 要开始开一下自己的分矿了 确实看到人族 早早地把分矿给开了出来 自己再不开啊 单矿打双矿 再强也有点难顶啊 我们看一下 人族的二本即将升好 主矿放了三个剑塔 这一个剑塔应该要升一下 分矿的话 分矿两剑塔两剑塔 这人族打的还是很稳的啊 不得不说啊 双方打到后期的话都比较稳 好 先知终于到三级了 双三的等级 打人族的话 四腰 是吧 腰还没出来 山球之王还在训练当中 这农民真的是多的不行 后续的话 人族打架应该是民兵 可以拉个不停了 再也不会缺资源了啊 小时候穷怕的是吧 前期 真的资源穷怕了 所以这一波造了非常多的农民 人族 我们看一下 寿宿的话 群补无敌买上 这边老牛身上还有一个大雪 老牛有大雪的话 才可以团战的时候 一往无前的往前冲 是吧 多踩几脚 人族 我们看一下 人族的话 岁二本刚升好 哇 这攻防升得有点快 火枪已经是一攻一防了 一攻一防的火枪 哎 兽族 哇 隐身 会玩晒啊 这个兽族 隐身老牛过来想踩吗 团战的时候踩一架 还是可以 哎 人族 拿了三个农民 想去对方的分光看一眼 但是这边 极早的发现了 先把农民处理一下 人族 想去练一下小鱼人 老牛这一步要踩吗 自己大部队要冲过来了 好 这一个彩 它都非常的修复啊 三九之王一个锤 目前人族的话 英雄等级有点低 赶紧交一个TP撤队 火枪火枪火枪 哎 火枪还是没爆出啊 把人族赶跑 兽族结盘一下 这波小鱼人 现在已经开始 狼奇 白牛等等 兵都开始出了 但是没有升三本啊 是一种很奇怪 兽族的话 分框 分框 即将开航 确实没有迷你基地开框 速度有点慢 好 双方要想再一次正面打一波吗 山丘之王一个锤 老牛的话身上还有个大雪可以磕掉 直接磕大雪 老牛继续往前一踩 哇 这一脚踩得很舒服啊 人族终于开始敲民兵出来 确实家里的民兵数量有点都开始敲 山丘之王身上没有什么保命道具啊 只有一个大雪牌 哎呦 老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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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丘之王赶紧往后撤一下 一个闪电链直接把山丘之王给带走了 这一波先知的闪电链啊 真的是关键时刻办大事 自己的老二啊 阵王那大法师单独吃惊艳 直接升到了五级 这五级大法师 尤其有三个男后续补给能力非常的强 人族这一波打不过赶紧撤一下 反正有老牛的光环 是吧 跑路的速度非常的快 人族大法师到五级啊 可惜山丘之王才一级啊 这山丘之王要是有三级 这一波后续团战就能稳赢 关键山丘之王等级非常重要 大法师到后期的话啊 除非你到六级 否则的话 成长空间非常的有限 而且尤其是对方白牛数量很多的时候 水元素一上来直接被驱散 我们看一下大法师要不要去洗个点 洗个点啊 生一个暴风雪 然后后续出现破法是吧 破法加上山丘之王各种敲地板 然后暴风雪跟上 好 山丘之王走出了祭坛 目前的话 人族 哎 民兵又敲出来了吗 民兵敲出来 是要去偷塔吗 好 民兵敲出来 这一波的话要偷 要正面 正面把受祖的分块给拆掉 这民兵还敲了两波 真的是农民非常的多 受祖要救吗 受祖的话 灵魂炼套上 牛身上的话 有个五帝有个裙补 一上来一个惨战 这人族打的什么意思吗 你就敲了两波民兵过来 对方一冲你直接就叫TP 这啥意思吗 不懂 看不懂 先知杀杀农民 那这种农民干嘛 这边农民回人生了 是吧 大哥 你不是叫我们来打架的吗 怎么我们还没到你就跑了 这啥意思啊 这些农民原地啊 在原地 思考人生思考了三十秒 心想嘛 还是撤是吧 还是撤为家去 现在人族的话 大法师也没想到 为什么要TP 感觉对方有点猛 是吧 有点猛 打不过 赶紧来这边商店买一波装备 我们看一下 大法师守着这个商店 群补无敌 多买一买 你民兵是多 但也不能这样浪费 是吧 民兵刚才敲了两波过来 下还没打呢 民兵先 大哥先撤了 这波买了一个群补 哎呦 这群补等了好久 然后民兵继续敲过来 又要想拆一下兽族的一个分框 那现在老牛双线练 练到了四级半 马上要到五了 老牛都能到五级 后续人族这个火箱很难扛啊 一个锤 先把先知给控一下 火箱集火 那是山丘之王的等级太低了 山丘之王等级有点低 你看对方的老二 直接四级半 快五级了 你的二英雄才一级 差的有点大 三级水元素招出来 但是对方有三个白牛啊 三个白牛驱散 那直接是白白的送经验了 这老牛快五级了 哦 一个闪电 跟上 老牛升到五级 山丘之王 终于升到二级了 群补一吃 老牛继续一个踩 三级老牛的踩 踩得太扎实了 后续先知 闪电链继续跟上 双AOE伤害 山丘之王 山丘之王被踩晕了 然后起火一下 哎呦 二级的山丘之王 再一次被带走 这一局最苦命的 就是山丘之王 其次是这些民兵 先知继续闪电链 哇 这一局 兽足游戏体验极好啊 这是闪电链 加老牛 两个AOE效果 轮运翻来 现在终于一个箭塔造好了 看一下这一波 人族能不能拖到 自己三个塔好 现在白牛开始打塔了 白牛打塔的效率 是有点高的 五级老牛 一个人往前冲 人族火箱数量不算很多 完全处理不了这个老牛 老牛一直往前冲 一个人 打兽 打人族的一大波部队 好 好不容易找好的箭塔 还是被处理掉了 那这一波人族 进攻兽族的分框 宣告失败 且打且退 且打且退 但是兽族的话 一直在占便宜啊 还不如早点交替屁呢 这老牛往前冲啊 先知在后面各种放闪电 看一下山丘之王 二级的山丘之王 复活速度稍微有点慢 家里继续出火枪 火枪目前是两宫两房 感觉遇到老牛的话 破法也可以多出一点嘛 是吧 出四五个破法呀 限制一下老牛 好 收拾继续回到自己的分框 在分框守猪带兔 等你过来冲 这边继续把水元素招出来 白牛 三个白牛在后面 现在都不需要白牛了 科多直接就把水元素给吞掉了 真的有点啊 太气人了 现在人组继续敲冰冰过来 哎 终于出破法了 好的 破法一出 哇 我看你这把老牛 你看你能销装到蛇石 好 现在大忌的状态 哇 人组 人组往前冲 受阻大忌的状态也不是特别好 但是数量有点多啊 数量有点多 老牛继续找位置踩 往前踩 破法冲一下 对破法处理一下这个老牛啊 这个老牛不处理实在是太嚣张 好 这边科多数量也多呀 山丘之王一个敲地板 但是自己状态也太差了 老牛一个踩 这老牛的踩给你的山丘的敲地板 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哦呦 这一波直接把后排的法师部队踩的非常的伤 好 大法师交了一个TP 那老牛升到六级啊 老牛六级 身上两个无敌 这老牛六级的话完全可以无视对方的各种伤害了 有种你打死我是吧 你打死我 我满血满蓝复活 好 这一波打完 我们看一下 人族很伤啊 山丘之王等级是一个硬伤 等级起不来 完全处理不了这个兽族 所以现在大法师终于意识到啊 让自己的山丘单独吃一波经验 但现在呀 这个地图没什么怪了呀 山丘之王等级 猴年马月啊 到三级的东南 不要说到五级 人家的二英雄已经六级了 你的二英雄才二级 中间差四级啊 差了也太多了 大法师这一波的话 看看到六级有没有机会 大法师到六 无限飞是吧 飞来飞去 飞来飞去 现在人族已经 哎 头脑开轿啊 一直在补破法了 确实没有破法的话 这个老牛太难打了 老牛一踩 完全 这个法师火象全部晕 好 现在兽族继续霸占商店 呜呜 这 隐身又来了 隐身又来了 隐身回城无敌 全部满 六级老牛隐身 这一脚开桶 开的简直是有点强 跑到中间 踩一脚 这边看不到 哦呦 一个踩 踩了三分之二的部队 这一上来的话 往一下 哎呦 三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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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呦 幸好TP交的快 可以的 这一波人族还是非常果断 TP交的非常的快 山丘之王还是保住自己的命 不容易 然后兽族的话 技能确实用的也有点多 那这一波冲锋没有冲盈的话 往后拉扯一下 回自己的分块 补一下状态 人族看一下 山丘之王身上应该买个药瓶啊 药瓶无敌 千万不能少 能不能打赢这个兽组啊 完全靠山丘 山丘要是这局比赛能打到五级 那非常有希望 打不到五级的话就难受了 靠大法师撑不了这么久 然后继续敲民兵 估计还想去搞一下这个兽组的分块 民兵数量这一波真的是忙 好 大法师终于终于要洗点了 大法师要洗点 重修暴风雪 确实啊 重修暴风雪 前排的话 前排破法往前冲 然后暴风雪各种砸 关键是要把老牛给控制住 老牛啊 各种打断 然后加上狼奇的网 打断技能还是蛮多的 好 水元素招出来 对方先把水元素招出来 看看能不能把水元素第一时间处理掉 处理掉的话 这边大法师 好 已经洗好点了 这边直接下暴风雪 山丘山丘山丘过去敲一下地板 哎呦 先锤一下 先把老牛给限制住 然后 然后暴风雪下着 哎呦 一个彩还是把这个彩断了 闪电跟上 山丘是往生到三级 三级山丘王升个二级 敲地板 敲吗 敲吗 没有敲 好 敲了一下 老牛 老牛的话也敲 但是老牛不敢打呀 这老牛吸收了非常多的伤害 但是不难打老牛 老牛升到 老牛6级 老牛还顶起无敌来踩 这一波有点吸完老牛 这一波人素打得非常的舒服 毕竟的话破法舒展起来了 破法舒展起来 然后大法师这个暴风雪输出非常爆炸 我们看一下 这一波山丘之王直接升到了三级半了 这一波难道兽足分框终于要丢了 这一波暴风雪下得非常舒服 老牛老牛又一个踩 直接把人族一把半的步的全部踩晕 这边人族有 有有有有有这个 没有群补 没有群补 大法师终于升到了六级 山丘之王继续敲地板 山丘之王没有状态了 哎呦 山丘之王一森雪赶紧撤了一波 山丘之王14滴雪老牛贴了一个加速 哎呦 先知一个A还是把三级的山丘之王给解决了 无如这一局 先知的闪电链真的是杀了好多好多的兵 无敌顶起来 大法师也危险啊 你要过来踩一脚吗 大法师赶紧撤 大法师没有什么保命道具的 大法师大招是可以打断的 所以说还赶紧撤为妙 哇 这一波双方打得非常的激烈啊 大法师啊 暴风雪一下 嗯 画面效果很不错 先知闪电电叉叉叉叉 各种闪也很舒服 老牛是吧 六级老牛各种踩 嗯 这一局真的是 啊 由作为看客啊 看来非常的舒服 好 兽族开始破人口了 我们看一下人族的话 直接把山丘之王给买了出来吗 真是有钱啊 有钱啊 没办法 任性 好 竹矿已经采空 我们看一下分框 兽族分框6000多 人族分框也要采空了 这一局真的是打得弹尽凉绝啊 这主控 而且这个地图完全 完全也没什么再 没有多余的分框了呀 那人族这个钱还不省着的话 就算他直接把山丘之王给买了回来 他估计也是怕兽子过来冲自己一波 好 我们看一下老牛 老牛 哎 又去商店 又去买一个隐身了 是吧 又去隐身开团 很舒服 先知的话 身上 又有一个蓝药水 好 无敌隐身买着 老牛 隐身药水吃掉 然后过来看一下 人族 又得找机会去开团了 大法师有六级 也没看到你各种飞啊 大法师六级 现在应该把农民往外面各种跑 然后飞来飞去 拆对方的建筑 是吧 然后牛过来看一下 人族大部队 这边反应也没有声啊 真的是有点粗糙 有点粗糙 好 先知继续在这个商店等着 反正有什么无敌啊 全部抢掉 不给你机会 哎 人族要把自己的分框给踩完 再开始打嘛 这守着自己的分框 哎呀 把分框全部踩完 现在兽族的分框 哎呦 五千多块钱 这后续打下去的话 人族难受了呀 没钱了 目前英雄等级是六三 兽族是五六 五六 哎六六啊 先知也到六级了 六六的英雄 六六大训 老牛这个隐身 是不是要到时间了 还没有 现在人族分框要踩完了 现在开始报兵了 开始报兵 要找机会 开始和兽族拨命了 不一般命 看能不能单车变摩托 老牛在这很修复呀 看着 看着人族 在调兵前将 哎 山丘之王爷隐身了 好 这边要女巫 给山丘之王爷隐个身 可惜隐身 不能看见隐身啊 人族现在把所有的资源 全部花在兵力上面 集体啊 报兵 主框 现在分框还有两百多块钱 马上要踩完了 为先知 一子 霸的这个商店 各种买买买 好 现在 这个老牛 老牛隐身时间要到了 赶紧撤一波 这一波老牛没有开团 用来侦查了这个隐身 这边有隐身吗 再买一个 哇 真的是有钱啊 隐身再买一个 把这个粉也买掉了 不能让你撒粉 山丘之王现在也隐身 好 老牛要开团了 要后面去踩一脚 现在人族 民兵敲了出来 老牛一个踩 山丘之王先敲了一下地板 好 这一波又开始团战了 老牛找好位置 想 大法师 大法师 这个大 暴风雪还是断了 又一脚踩 这脚踩得非常的舒服 山丘之王 山丘之王 没有什么保命道具 山丘之王一个风暴之锤 想把先知给控一下 大法师 暴风雪继续一下 哎呦 这一波人族 好像还打赢了 你敢信 破法数量一多 兽族确实 拿他没什么办法 关键啊 人族唯一的弱点 就是山丘之王 山丘之王有点扛不住 身上没有什么保命道具 先知的话 继续 闪地链开始收割 老牛要找机会去踩吗 但是遇到对方这么多的破法 难道没办法 人族难道要赢了 这一局 人族感觉破法 要开始冲了 老牛过去 一个踩 只踩了山丘之王 没有踩到大法师 山丘也敲一下地板 山丘敲一下地板 先知 一个锤 先知用无敌躲锤 狼旗一个王 然后老牛一个踩 四级山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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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没扛住吗 回头敲了一下 来了一个风暴之锤 还是被对方给解决了呀 另外一边 另外一边的话 大法师暴风雪 一直在处理授索的大部队 老牛追着大法师 老牛升到了七级 现在大法师 没有任何的保命道具 身上就是裸庄 老牛准备好 老牛身上有无敌 有蓝药水 这一波正面还是人族打赢了 毕竟破法有点无敌呀 这边继续下报温雪 把对方的农民全部杀光 不能让对方分框再踩了 这一局难道兽族就没了吗 看一下 兽族目前的优势 就是双英雄等级有点高 看能不能找具 唯一的机会就是秒杀大法师 大法师这一局稍微的有点 膨胀 这身上啥都没有 啥都没有 女巫还有吗 女巫关键时刻 也能来一个隐身啊 女巫也没有 这一波大法师 看到对方英雄就赶紧撤了一波 不 兽族这一波小秒英雄 没有成功啊 这后续再拖下去 兽族要没了 先把商店处理掉 商店处理掉的话 分框处理完 那开始要去拆兽族的主框了 兽族开始放两头隐身狼 去人族家里搞事 哇 人族的农民真的都全部拉出来了 好 七级的 七级的 这 还有三根小块 也要下包摩雪处理一下 这一波破法往前一顶 大法师站位千万要显心 大法师千万不能死 大法师不死 这一波人走就赢定了 想杀兵的话 非常的难 好 这一波我们看一下 这一波破法 走位 抵一下对方 千万不能让对方的兵 靠近自己的大法师 老牛老牛 老牛过来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 过来了一踩 哎呦 还是踩到了大法师 这边要顶无敌了吗 我们看一下 老牛老牛没有顶无敌 好 大法师想 想用大招飞 但是对方往家踩呀 直接打断了技能 哎呦 这一波 七级大法师阵亡 人族 打出了激进 我们恭喜兽族 兽族的话 这一局后期 靠杀英雄 直接翻牌 好 喜欢这一局比赛朋友 记得点一波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